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詩永恆 大家好 我是金家仁 金家仁 港人 港市 今天這段影片先和大家唱好香港 因為流量快到零 所以唱好香港 讓中央先給我多些流量 只是開玩笑而已 確實剛剛十一黃金周完結 我當然要報告一下香港 餐飲業零售業的最新狀況 只望年底 餐飲業估計樂觀的情況下 營收仍能達到疫情前的83% 本台按入境處 每天數字統計 7天結束 國慶假期 有近650萬人進入香港 當中於五成半為港人出入人次 而出境人次有178.4萬 與入境人次相差不遠 反映港人即使不是公眾假期 仍會不上消費 可即日或隔日來回 即使是怎樣 即是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沒有什麼 這樣就不行 我要唱好香港 所以我講另一個數據 好 中國122萬人次 國慶假期訪港 黃丁爭裁 為止及疫情前八成 嘩 就這樣看標題 厲害 疫情前八成 對不對 還不是V型反彈 好了 中國政府在國慶假期前推出 刺激經濟措施 也令更多內地旅客 出外旅遊 以至7天假期內 共有121.7萬人次 內地客訪港 去年同期多了一成 即是大約多了12萬人 但仍未能回復至疫情前的八成 且教港人外出旅遊的人士少4成7 不過 餐飲業的收入較如期好 有20億港元 折算約2.34億歐元 不知為何無端端要說歐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5% 而酒店業液入住率達9成 只望年底 餐飲業估計情況樂觀下 營收益能達到疫情前的83% 又好像看多些 真的很棒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掌聲鼓勵 如果是這樣 那為何華潤堂會倒閉 全線劫業 為何 還有 張宇仁直言 我沒有良策 政府也沒有 假期人流 爆減 營商欄 這個就是 10月8日 出了一些黨媒 又或者是 香港那些媒體說 今次的十一黃金周 很厲害 回復達83% 餐飲業有望年底 簡直是超越 過往 說到 我當時嚇一跳 然後一口笑 我這個頻道 只是想聽真話 大哥 今時今日 不是你說十次 謊話就會變成真 你說一百次 你說一千次 這也是謊話 為何 Follow the money 現在確實 沒有人在這個十一黃金周 這個假期裏 覺得是賺到錢 政府公佈的數據 有多少成真 我所知 很多香港人外遊 就不是回心針 就去了外國 去了台灣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也是 十一黃金周 一家大小去台灣 她太太是大陸人 拿了香港身份證 嘩 這些還不是要打靶 對吧 跟我說 台南玩了四十幾五天 花了差不多兩萬元 嘩 一家四口去台灣這個國家 花一萬多兩萬元 嘩 真的不是刮一巴嗎 十一黃金周 不是在國內消費嗎 不是留在香港本地消費嗎 大家都明白了 有錢都去外國花 這就是很多香港人現在的心態 好了 你不認同 你說不是 不要緊 現在張宇仁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 他就跟你說 早在半年前 半年前 香港的營商環境 尤其是餐飲業 當時已經是不行了 是不是真的早在半年前 還是早在三年前已經不行了 張宇仁這次也算是說真話 先說說說什麼 香港經濟恢復不此預期 以及不想消費潮持續 食肆及零售生意大受打擊 華潤堂8日公佈於11月8日關閉香港全線分店 行政會成員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仁 在電台節目表示 現時的營商環境不行 早於半年前已經響起警號 餐飲業、酒吧業經營有困難 並直言我都沒有什麼良策 政府又沒有我都沒有 因政府不懂做生意 他最重要是要整好營商環境 給香港人 好了 張宇仁表示早於四五月已有大型商場的管理層 以及負責人 向他表達周日人流大減 直至以往從未在對方口中聽到類似的資訊 現在每逢周五 就成為了香港人出街和在香港消費生意最好的日子 這是真的 星期日就在國內消費 星期五就留在本地消費 一國兩制 消費模式一國兩制 在香港消費 然後在國內消費 你們還說香港人不好? 香港人在香港 養了國內 那你還想怎樣? 他說 現時每逢周末部分港人不上及外游 令本港人食業 酒吧業的生意均受影響 反而現時生意最好的日子是星期五 加上租金貴 人手欠缺等問題 因為營業確實有困難 問到政府和業界怎樣可以協助他們 張宇仁就說 我沒有什麼良策 政府都沒有 我都沒有 因為政府就不是懂得做生意的人 他最重要的是 其實政府搞好營商環境 給我們香港人就可以了 他強調最重要的是 這句說話 他不知為何要這樣說 但這句說話很重要 不要搞壞我們的營商環境 例如立一些法例令我們難以經營 嘩 他明明就在說政府搞國安法23條 拉德 對嗎 那你問我 這次支持誰 我當然支持張宇仁 我怎可能不支持他 大哥 香港這些人經常都說 不出糧 又要殺人父母 你搞死香港的營商環境 直接誅九族 對嗎 所以張宇仁這樣說 確實 是會得到很多香港人的支持 不過他小心頂上 擺把刀下去 他這樣說話 很危險 不過我看他的樣子老了很多 真的 健康也可能不以前那麼好 始終年紀大 人之將死 其然也善 再加上呢 他都過頭近了 都沒有幾多年活 或者送孩子去外國 沒有所謂了 很多人當然是這樣的 去到人生最後階段的時候 很希望做一些對得著自己良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張宇仁是否這樣 好了 他又說 現在 飲食酒吧近這十五年膨脹 實情過了 他提到 餐飲業和酒吧業 至2009年金融海嘯後 就膨脹得很快 三年疫情仍然有人繼續開店 市場已不止飽和過了狼 認為要逐步在目前大環境及經濟狀況下 重新找回平衡 強調輸入勞工並不能解決問題 但如減少食市及租金回落可取回平衡 本地勞工是我們僱主最想見到的 如果我們一日繼續開繼續搶 其實辛苦的就是我們 他說這件事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腳兩制 你也要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蠶重軍師也知道 問題就是政府不會聽的 明白嗎 政府有他自己那一套 張宇仁只要中軍愛國聽黨話跟黨走就可以了 最怕的是聽黨話生意執 事實上 留在香港 留在國內 不走的人 你們就要遇到這一日 早就已經殺到 我頻道已經開了兩年了 兩年前我的判斷 他提到酒吧界 酒吧業 他認為是增速過剩 其實我認為不是 是人流減少 遊客減少 中上階層去酒吧消費的人 減少了 因為有一個媒體 我不說他什麼名字 YouTube都找到 其實他做了一條片 早在兩個星期前我已經看過了 其實我也想說這件事 但是我不想影響到人 就免得說 蘭桂芳風光不在 酒場各司各法拉客舊忙 總經理也站街 有一點像請求客人來光臨 大家可以去YouTube找找 哪個頻道我不說 我看完那條片 其實是很悲哀的 這位做酒吧經理的人 中英文也說得很好 可能認識多國語言 他說現在去一些偏遠的地方 例如西貢 大埔 旺角 那邊的酒吧生意 那些清巴 競爭沒有這麼劇烈 他說那邊的分店生意 比蘭桂芳好 他說現在蘭桂芳 真的要拿著宣傳單張 站在街上 拉客進去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悲哀 我自己在香港成年之後 18歲之後 我從來沒見過蘭桂芳 現在這麼冷清 真的 我小時候到大 我個人認知蘭桂芳很多人很熱鬧 但現在蘭桂芳 不是假期或大時大節 水淨鵝飛 今年 月底又有個萬聖節 我想我也會去拍片 到時候拍給大家看看 今年萬聖節 2024年的萬聖節 蘭桂芳究竟有多慶望 其實 在這段片裏可以看到 香港各項各業 其實也是不行的 再加上其實有很多 早幾年或者七八年前 來香港開業投資的外資公司 不是說一定是大公司 不是說一定是物流 那些大型企業 譬如說一些可能是 去外國開分店 譬如一些賣衣服的 賣精品的 賣炮谷的 例如這間炮谷店 大家可以看看 都要撤出香港 這樣很糟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這間炮谷店 但很多網民都說 這間店都離開了 真是不行 世界末日 這樣又不用這麼灰 因為香港一段時間都沒有末日 一段時間都不會末日 你末日 一旦搞到你就不用受苦 不折騰怎麼行 大哥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香港的經濟這麼差 國企又倒閉 外資又撤走 喂 我也不說 有幾多間 在2024年 倒閉的店 倒閉的公司 是不是 你看回 倒閉的關注 就知道 都不用我講 對不對 大家都明白 現在香港的經濟確實是很差的 那為什麼股票會升 有什麼可能樓價會升 對不對 所以下一條片 我就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說 這種干星燒賣 未來所帶來的後果 還有就是 國內很搞笑 竟然出了陽相 明明經濟極差 他還要踏人 現在中國的經濟穩步上陽 究竟發生什麼事 大家要留意我下一條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